最近消息今天下午4点22分 可能感受到了 在新竹发生了瑞士规模4.9的地震 在7分钟之后呢 又发生了一起3.4的地震 这两起地震 让北台湾的居民感到紧张 因为10号早上呢 宜兰才发生了规模6.5的地震 再加上北台湾暴雨肆虐 这一连串的天灾 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报道 12号烟大水台大校园 最悦湖才传出 由鲫鱼游到篮球场 被民众拍到照片 由于鲫鱼又叫做地震鱼 就有这么巧 短短不到24小时 13号下午4点22分 在新竹就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 地震深度只有6.7公里 镇央在新竹县尖石乡 新竹县竹北镇的最厉害 有4级的强度 桃园三光 新竹市区 桃园市 以及宜兰县牛豆 也都有3级 台北到彰化 也都感受到摇晃 规模4.9不算小 短短7分钟之内 同样地点 同样深度 居然又发生规模3.4的地震 深度比较浅 它的深度只有6.7公里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最近 那个山区有这个好大雨发生 所以民众如果说 前往正央附近的这个区域 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 因为土石松动 再加上这个大雨 可能比较容易造成这个落石 或者造成这个土石流 才下过大雨 现在又地震 更让民众心惶惶 尤其是住在竹北的民众 感受特别强烈 全吓到躲到桌子底下 镇央附近的新竹科学园区 晶圆厂最怕的就是震动 台积电公关表示 地震当时厂区测得4级震度 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人员疏散 而厂区的耐震度都可以耐7级以上的地震 厂商出估生产线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新竹科学园区有21家晶圆厂商 最怕震动的晶圆制成 良率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见这起规模4.9的地震 台铁高铁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不过新竹县关系的一户民宅 墙壁被地震震裂 里头的水管也破裂 还好没有人伤亡 不过大雨已经让山区土石含水量饱和 现在又地震 最怕的就是土石突然松动 提醒民众最近最好不要到靠近距离 镇阳镜的山区 以免发生危险 春天新闻综合报道